身为一名曾经帮助胡仁赢下三座总冠军奖杯的传奇中锋 詹姆斯·沃西今天亲眼见证自己主队输给阵容支离破碎的开拓者 当全场比赛结束之后 60岁的沃西在节目中直言 这是他这么多年记忆中胡仁最为低谷的时刻 据了解 由于开拓者最近进行了三比大交易 比卢普斯今天只能派出A.西蒙斯、努尔基奇、温斯洛、麦克勒默、埃勒比 这套阵容不管是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跟胡仁粘美组合领衔的先发五虎之间都存在不小的差距 然而 开拓者就是凭借这样一套残阵居然逆转战胜胡仁 被誉为舰队基石的A.西蒙斯更是打出了职业生涯代表作 下半场轰下25分 率领开拓者完成逆风翻盘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今天的比赛中 胡仁多名球员出现心不在焉的情况 导致全队出现多达21次失误 间接送给对手28分 据悉 长期在交易留言中打球 让胡仁年轻球员的心态出现了巨大变化 名字经常出现在各大交易方案中的塔克和蒙克表现得尤为明显 今天 他们二人合计送出9次失误 其中有两次发生在最为关键的第四节 虽然输球不是一个人的错 但是如果塔克和蒙克能够处理好细节 胡仁说不定就能抵挡住开拓者的凶猛反扑 塔克和蒙克将被打包送给雷霆 这是胡仁留给布格尔最后的机会 众所周知 2018-19赛季 也就是詹姆斯加盟胡仁的第一个赛季 由于梭哈农眉计划提前曝光 包括英格拉姆在内的多名年轻球员无心恋战 再加上詹姆斯遭复古沟伤势 胡仁最终没能闯进西部季后赛 有了之前的失败经验 詹姆斯目前对交易留言十分敏感 当发现塔克和蒙克有了类似的苗头 詹姆斯第一时间发声 呼吁胡仁全员在团结一心 不要过于在意交易留言 可该来的还是会来 消息源来自NBA记者尼克克雷恩 胡仁最近在自由市场里确实很活跃 而且随着交易截止日的临近 最终买家已经逐渐浮出水面 据消息人士透露 雷霆与胡仁在球员交易方面达成初步共识 为了能够得到蒙克和塔克这两名潜力猩猩 雷霆愿意把多尔特·费沃斯·肯里奇·威廉姆斯摆上货架 从后续报道中了解到 胡仁还需要在交易筹码中增加一至二个次轮迁 目前双方正在进行最后的商讨 在次轮迁数量以及年份确定之后 蒙克和塔克有望携手加盟雷霆 对于胡仁主教练沃格尔而言 这笔交易将是他实现自我救赎的最后机会 抛开费沃斯不谈 威廉姆斯和多尔特都是联盟顶级防守兼兵 足以取代库兹马 波普 格林等汉将在胡仁曾经扮演的角色 倘若球队再不见起色 那么胡仁只能跟沃格尔说再见了 其实在不少NBA球队高管眼里 沃格尔的胡仁生涯早已进入倒计时阶段 起初威少还能够帮他分享一些压力 但随着胡仁对上场时间的调整 球队管理层慢慢发现 减低威少的使用率并没有提高战绩 这样一来 沃格尔的执教能力就引起大量质疑 据一名胡仁内部人士透露 如果明早醒来 大家看到了沃格尔下课的消息 他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 因为胡仁早已失去了耐心 大家觉得沃格尔会被胡仁解雇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阅读和关注